Hello 大家好 來到8月最後一日 8月31日的新聞聯播 有我指程龍大師在 大師有些事情想宣佈 很感謝大家的踴躍支持 已經遠遠超過了我們所有的數量 但我們昨天早上 其實我們昨天早上講的時候 已經是過了數量 但是我們就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繼續做了一些宣傳 那就是很感謝大家 一直都捧場 讓我們的東西都買得出 那就不用太魚 還有令到 令到我們的 你不要看到我們的台這麼差 很多人支持 令到我們中間 那等下你會說些人怎麼支持 那就是令到中間的中間人 就是我們的小伙子 都找到小小吃 那就是現在我們努力爭取 將這件事變成長期 為什麼呢 就是長期都是這麼便宜 都是可以做到這麼便宜 都是可以做到這麼便宜 就是因為我說 喂 我們這次賣到這個數 以後都是當這個數計好嗎 這樣 這樣 希望能夠爭取到 那這個就是 很感謝大家支持 是 立即 棒棒棒 超過了那個數量 但是 這個是第一個支持 第二個支持 輪到你說 因為大家都見到我每天都要出鏡 其實都有很多活動 有時候我不想在家裡太多衣服 真的 有時候那些衣服 又不想再來再去都一樣 於是呢 剛好有朋友呢 就介紹 她說我是主持啊 有沒有看亞洲電視啊 這樣 然後她看完之後就說 欸 好啊 如果你做節目 或者你出這些show的時候 你都聽回我們 其實我就簡單介紹一下她這間店 就是在聯合廣場一樓的 一百五十九號店 那叫111Fashion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都是做些女性韓式的時裝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第一個贊助 所以特別是 第一個贊助 不是啊 有很多贊助 你一個穿衣服贊助 穿衣服贊助 哎呀 多謝她先啦 我們很快就講一講耀文了 是吧 立刻要開始 好 先講講這個 都比較熱門的話題 就是這個 哥巴 哥爾巴喬夫 哥巴喬夫 哥巴喬夫 對 蘇聯最下一位的領導人 哥爾巴喬夫 昨天就離世 享年91歲 位於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的中央臨床醫院 就表示 哥爾巴喬夫 星期二是因為重病醫治無效 於是就逝世 俄媒就報導 哥爾巴喬夫 就會安葬在莫斯科的新聖女公務 僅靠她的夫人羅莎的墓地 是 這個是一手埋葬了蘇聯的人 就在美國 或者什麼就是封臣的 我記得 在美國 或者西方就是封臣的 我記得很多民主人士 香港很多民主派人士 都認為 中國是需要一個哥爾巴喬夫 但是就是 都綜藏了一個需要 就是他們對於 加巴喬夫的評價很高 就是 我覺得就是 究竟對於一個人的評價高低 是應該由當地的人民去決定 就是他們說 國語包容肺善人級 就是因為埋葬了蘇聯 就是 他們所能認為 這個叫做 這個是 在美國很久之前 已經有一個說法 最好的黑人 就是死了黑人 美國曾經是有這個說法 大概在一百年前 百多年前 百五年前 正如他們說 一個好的 從另一個好的俄羅斯人 好的蘇聯的領袖 就是埋葬了蘇聯 埋葬了蘇聯的領袖 埋葬了蘇聯的領袖 但是 其他人不是這樣想 那時候 其實這些是距離產生幻覺 那時候 他們 蘇聯的人 對於西方是很有幻想 他們不知道 其實現在的人 就很懷念蘇聯 但問題是 當時的蘇聯的人 對於西方很有幻想 所以他們就是 那裡包括其他 就好像中國現在的 之前的所謂的公資 他們的公資 就是公共自治分子 就是簡稱 那 戈爾巴喬夫 之所以 之所以能夠 登上這個位 登上蘇聯領導人的位 那邊又要回去 再之前 其實是完全是一個偶然 他當是 布列茲悅夫死了之後 其實是向安多羅波夫去 執政的 但安多羅波夫 就是早死了 所以就換了一個很老的事業聯課 安多羅波夫 和習近平一樣 是反貪、反富 打了一輪 但無緣無故 很早就死了 就換了一個很老的事業聯課 然後就換了一個很老的事業聯課 然後就換了一個很親西方的 所有事情都是有問題 但是 但是 我忘記了說 有非常之重要的事 說一下 就是 關於這個酒 會有一個回水的 那個回水就是由我們這個project 你講了 一百元 是的 我們那份負責 而我就迫令他要這件事做得很好看 所以 大家如果不好看 就儘管去插我們就可以了 即儘管罵我們就可以了 就讓我們鞭撻著 或者你鞭撻不鞭撻 我鞭撻手下 所以鞭撻著他 就讓我們可以有進步成長的 因為我們 最初買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都希望做好一點 說回來 所以其實習近平最初上台的時候 又是經歷過一次暗殺式 或者之類的 如果那一刻是 就是傳說 傳說 如果那一刻 習近平被人家政變了的話 中國就沒有今天了 其實中國當時的時候 和蘇聯兩個一邊並排 是大家 大家都是走的一些相同的東西 但是中國走的少少分別 結果就走出很不同的路途 正如中國的西方 即中國進行過西方的改革 或者所有的東西 中國就是走經濟行先 但是然後一些人就說 經濟行先不行 一定要先政治改革 當時90年代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一定要走政治改革 結果蘇聯就走了政治改革 就死了 但是其實如果作為中國人 很多中國人對於哥爾巴喬夫的死 或者一手埋葬蘇聯 其實是很不理解 或者很… 或者很… 即是很… 即是埋葬蘇聯 他覺得哥爾巴喬夫是罪人 但其實中國 應該跟西方士哥爾巴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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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他埋葬蘇聯 是對中國有百利而之一害 即是說他設了一個例子 就告訴中國人 你不用妄想了 政治改革是會死的 這個是現在的中國人 看了蘇聯之後的覆滅 其實當時在八九六四之後 很多中國人或領導階層 都在擾懷不定 究竟應該怎樣走呢 未來應該怎樣走呢 很擾懷不定 但是因為正看到 哥爾巴喬夫 原來他這樣做了政治改革之後 整個蘇聯就死了 於是他們就若堅定不移 即是整件事 整件事在哥爾巴喬夫 所得到的失敗之中 中國是學到很多東西的 所以其實哥爾巴喬夫 對於西方和中國是相同重要的 中國人是不應該去說 哥爾巴喬夫有任何東西的 即是他在中國也是最大的 在俄國崩潰之中 是最大的第一者 事實上在俄羅斯 在蘇聯 所有的東西 蘇聯之所以 中美結盟 所有的東西都是因為 蘇聯的問題 但是呢 我想蘇聯是 伊巴喬夫 那些親美的人 或者包括葉利欽 葉利欽 也是一個很親美的人 或者更加親美 他們發夢都想不到就是 就是 我以什麼心向明月 明月就 我以什麼心向明月 照溝群 就是那些這樣的事情 就是他想不到 其實美國 是在蘇聯 整個西方 在蘇聯崩潰之後 我經常都說 是不是應該全力去打蘇國呢 結果他們不是 因為他們很害怕蘇聯 是繼續 仍然是 將俄羅斯往死裡打的 就是說 他們在蘇聯崩潰 就是 葉利欽 他們覺得 或者普京 他們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 為什麼 我們已經 蘇聯已經沒有了 照了西方的改革 為什麼你還將我往死裡打呢 還一直分裂 還一直分裂我們 還一直在烏克蘭 所有的東西 就是 整件事是 他們一直對於俄羅斯的 警惕性 直到近幾年才打擾 過了 我想到 2007 2006、2007 才開始打擾 所以整件事 就是 到最後都是 堅持於一個 非常愚蠢的人 不知道他怎麼能夠 做到領袖的 哥爾巴喬夫 我想不到 為什麼會有這麼愚蠢的人 他不是因為 極度親西方 他認為這樣 反而能夠令共產黨 是更加保持到權力的 就是說 是給列根 給那些人 那些西方的傳媒 他就是跟香港那些蠢人一樣 就是把人家的文宣當成真 可不可以 你也寫了 不少這麼蠢的朋友 嗯 哈哈 其實很多人都對於他的 離世感到哀痛 包括普京在內 對啦 也都見到 難道我死得好嗎 難道我死得好嗎 就是說他是為結束過Cold War 做了一個很大的奉獻出來的 是完全沒有結束過 因為Cold War 其實是 在後期的時候 已經盲欄被淘汰了 中國的胡溫時代 就是說 其實生活環境已經好了 但是共產主義已經蠕圓無存 共產主義蠕圓無存 而且大家已經開始腐化 生活蠕化 好像胡溫那樣 但是問題就是 所以才推出阿德羅包夫 他們去改正 阿德羅包夫說 我們要再多走共產主義 我們要執政反腐 走回這樣 所以就是作出一個改革 但是問題是改革不成功 死了 所以到最後 我也一直懷疑他們被謀殺 到最後就是 那一包條很上來 就是 就是 全面前往西方政治改革 那些改革一開放就死了 大約這樣 好 所以我剛才跟你回應 結束冷戰 結束冷戰 其實其實一早已經 明傳失望了 在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前 哦 即是不完全是關戈爾巴喬夫 是 好 然後最關心就是明天 已經踏月九月了 九月就是開學日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比較 有優秀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很大壓力 就是接下來一定要打三針 見到中學 一定要打三針 九成人要打三針 大學又是九成人要打三針 才可以恢復全面受課 你知道上了很久 有很多課外活動 有很多課外活動 其實現在說 大家都不想走夠路的時候 就現在說 突然間就宣佈 說要達標 即14日 即 說要達標 11月起 需要去到三針 幼稚園和小學 就不切全日面受 直至昨晚 12至19歲 三針 接種率去到53% 兩針就差不多完成了 去到96% 而有中學現時未達 百分之九十兩針的接種率 相信日後難以推進三針 這個門檻 只能夠維持半日課 中學校長也都覺得 這個新的要求 會鼓勵 即相信學校會鼓勵多些家長 趕快帶子去接種疫苗 我想很多校長就是黃絲 所以大家不太做這些 但是 打針也有一定後遺症 即是很明顯 你如果 這麼小時候打針的時候 會有幾大的影響 很難說 不過 對著你來說 很多 尤其是復必太陽後遺症 主要是針對老人家 嗯 所以 小孩子打針的後遺症 應該會比較少些 嗯 嗯 福必太始終是 我聽到很多人都說 打了福必太之後 有問題 年紀大了 但問題我不敢百分百肯定 但好些人都是這樣 是 心肌炎那些比較 還有其他 還有其他 因為福必太是一些 一些癌症 related的 就是 他們那個 那個mRNA的狀況 是癌症 related的 所以始終會有一些問題 如果年紀大 年紀大打的時候 嗯 但是現在我剛剛接觸了一些 做幹細胞 那些人 其實你如果用很貴的方式去測試的話 於是乎 做這些 你就會安全很多 有些 就是有些測試 是可以測試到的 但問題就是 非常之安貴 非常之麻煩 你不會為了打一針 教育上搞這麼多事情 那你覺得現在教育局 才突然間 向全港學校 發出這個這樣的新安排 是不是太過闖絕呢 它一點都不闖絕 其實三針應該已經走了很久 一點都不闖絕 但問題就是 是不是應該 嗯 但是現在你 我相信 打疫苗 是已經變成了 做一個信仰 他們說現在校訓 就是 不知道有沒有看《明報》 有個叫專子漫畫 經常都畫一些圖畫 我知道 然後他的校訓是由什麼 愛勁勤誠那些 剝殺下來 變成做打齊三針 沒錯 很好笑 那當然 那現在 參與任何隨口罩的活動 10月起都要三針 就是說吹笛 打球踢球 那些全部都要打三針 才可以參加非學術的活動 那其實學校 就是為了促進這個打針比率 都設有這個 我都覺得好像 鼓得很厲害 學校疫苗接種家 他計劃 就說打了九成以上的學生 如果有三針疫苗 就可以有金獎 好像不知有多少錢 然後80% 沒有錢 沒有錢 就說是獎狀來的 不是吧 沒有錢的 他有八金獎 那情況是這樣 是 你如果打針有錢 即是立即獎校長 那校長立即全部打 校長立即被打 那校長一定會打 就一定會打一齊 只要這樣 只要這樣 只要獎一皮給校長就行了 你記住就是 那個叫做 國七年零七九一百元 只要有錢就可以了 我有沒有跟你講過 那個給什麼的故事 沒有 我們去打麻將 我們去坐地 他完全不給我們坐 那家叫做澳門 那家叫做 麻將東方酒店 他完全不給我們坐 他說不行 我們搭袋 又說 阿彤叔也有得坐 這樣 到最後他也是不給 但是講了半小時之後 又罵 又搭袋什麼都不行 到最後就給了五個水 他立即全部設定 所有東西都可以 即是到最後你會發現 所有東西 我記得有一次我去扔垃圾 扔了一大堆東西 嗯 在樓下 那個阿嬸當然是吵 一大堆 一大堆 一些雜物 那些阿嬸 我會不會搞錯 然後我也免得跟他說 做兩瓶水給他 然後我甚至不出聲 走了 即是錢解決到的問題 是否真的不是問題 所有的東西到最後 都是錢解決到的 是 即是絕大部分的東西 除了你是很重的重病 或者之類的東西 有些 如果不是 只是因為給不夠錢的問題 現在就是獎狀 我就再搜尋了 都是 所以 是有什麼用 你 你 一家學校打夠了 打夠了 就扔一皮給校長 搞定 校長馬上 要給校長 不是給學校 給學校是沒用的 校長自己會做 是 好 接著最後要問提及了 中國共產黨 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 即將會在10月16日 在北京召開的 是 即是會決定所有人事報局 決定所有人事報局 如果是的話 習近平大權在 或者所有事情 之後 之後 怎麼說 但是 據說 就是 據說 這次就說 有可能是 李克強會做總書記 是的 好像說李克強的勢力 是不是會 不是勢力 甚麼人呢 始終你連續三屆 有少少不太 是 舒服 大家會覺得 不要掛 所以 你退一個董書記出來 是合理的 會不會李克強 取代習近平呢 不會 如果這樣說 習近平還在做軍委主席 和國家主席 嗯 是的 據說是這樣 他比較合理 即是 他會退下來 即是李克強 李克強 李克強會退下來 李克強會轉去甚麼 轉去做總書記 哦 那是低一級 還是再高一級 高一級 高一級 總書記在黨的位置 就高一級 所以會處理的多些 嗯 等於做CEO 嗯 好 那這次這個會 其實都是 我解釋 是的 如果你做軍委主席 就好像做大股東 嗯 如果做國家主席 就好像做上市公司主席 如果你做總書記 就好像做CEO 如果你做黨總書記 你做CEO 如果你做總理 就好像做CEO 嗯 即是 Chief Operation Officer 嗯 大概是這樣 OK 好 消化一下先 其實這次這個會 都是向第二 第二 二百年 即是二百年 的奮鬥目標 去進攻的關鍵時 所以是這次 非常之重要的 一個大會 是 這次最重要的是上次 因為 因為 有些體制要去做一些體制性的改變 嗯 所以 這次 現在你在面對著 美國的圍攻 所以 所有的面對 的困難是多了 所以是比較重要的 嗯 要討論清楚 討論好些 好 那我們今天的耀文 去住這麼多 多謝大家 拜拜 在這次 在這次 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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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發